1966年7月底,温碧霞出生于香港调井岭,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里。 他上面有三个姐姐,四个哥哥作为家里第八个孩子,温碧霞的到来,让原本就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。 童年的温碧霞,除了感觉到家庭的日子艰难之外,还有父亲严厉的要求。 父亲是老兵,在家里说一不二,对老婆对孩子要求都非常严格。 温碧霞从小开朗活泼,爱说爱笑,然而父亲每次看到他嬉笑,都要批评他没有女孩子的文静的样子。 生活的困苦,加上军人的严肃,让父亲脸上极少笑容。 工作之余,他最大的爱好是喝酒,赌点钱。 温碧霞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小家,能搬出去独立生活,摆脱严富的管教。 机会很快就来了。 1981年,温碧霞和同学正走在路上聊天谈笑。 突然一个人走上前来非常唐突地说靓女,我看你长得很漂亮,要不要跟我们去拍广告。 温碧霞将信将疑,不过他也知道很多人都是通过星探发掘,从而走上明星之路。 温碧霞接过名片,几天之后他来到约定的地方,决定碰碰运气。 此时温碧霞已经1米64,大大的眼睛,纤细的身材,良好的外在条件,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工作机会。 自此,温碧霞开始接拍一些广告。 广告里他一直都是青春靓丽的少女形象,很受观众欢迎。 拍了一段时间广告,温碧霞攒到一点钱,他第一时间在外面租了一个小房子,终于搬出去一个人住。 没多久,命运之神再次垂青于他。 温碧霞经广告公司老板推荐,被带到导演黎大伟跟前。 懵懵懂懂的温碧霞签下了合同,有了自己第一部电影《亮妹仔》。 影片里的温碧霞,饰演十几岁的少女,跟他现在年纪一样。 这个角色演起来没有什么压力,全靠本色出演。 一张白纸的温碧霞,凭着《亮妹仔》这个角色,获得了第二届金像奖最佳新人奖提名。 第一次参演电影就获得如此好的成绩,这给了温碧霞很大的信心。 他决定休学去拍戏,父母自然是极力反对的。 演艺圈太复杂,什么人都有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后台的年轻女孩子,很难混出头。 不过迫切需要独立的温碧霞,完全听不见父母的劝告。 很快他就有了第二部影片停不了的爱。 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,温碧霞非常欣喜,因为制片人和导演告诉他, 这次他饰演女一号,和刚出道不久的刘德华合作。 爽快签约之后,等到真正开拍,温碧霞才知道,原来影片里有不少大尺度的戏份。 温碧霞扭扭捏捏,有些放不开,接受不了。 可是听到身边工作人员说合同已经签了,如果不拍就赔钱。 他又非常纠结地配合完成了拍摄。 停不了的爱是一部亲情电影。 温碧霞饰演的女主角因爸爸坐牢妈妈改嫁, 17岁的他要承担照顾弟弟和妹妹的责任。 为了生计,他被迫下海成为舞女, 片中他和男朋友刘德华,以及黑帮大佬吴梦达,都有不少激情戏。 这个片子上映之后,玲珑曲线,身材妙慢的温碧霞一下子成名。 走红的同时,批评的声音也随之而来。 很多观众接受不了一个17岁的女孩子,演这么大尺度的戏, 甚至有人骂温碧霞家教不好,父母居然让女儿拍这种戏来赚钱。 尽管温碧霞百般解释,自己的表现是为影片服务,是为剧情需要, 但批评的声音来势汹汹,他害怕了。 于是温碧霞决定暂时退圈,重新回去上学。 温碧霞复出是在1986年的地下情,合作的是梁朝伟。 这一年他20岁,地下情的导演是刚评女人心, 获得金像奖最佳导演的关锦鹏。 有了先前新人奖提名的表现,这一次跟关锦鹏合作, 温碧霞倾注了很多心血和希望。 然而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并没有什么水花。 此时的温碧霞非常纠结,影片没能获得期望中的成功, 有人邀请他继续拍一些大尺度的影片。 不过温碧霞拒绝了那些邀约,他还是想好好拍戏。 1992年,温碧霞接拍了电视剧《火玫瑰》。 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豪门复仇题材。 温碧霞饰演女一号海潮。 人如其名。 温碧霞披着一头大波浪卷发, 穿着特别为海潮定制的各种时尚服装, 电视剧收视率节节攀升。 本剧还被内地引进, 很多观众第一次知道了温碧霞的名字。 之后,温碧霞又接拍了古装片《恨索金瓶》, 进一步奠定了他美艳女星的形象。 没多久,温碧霞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子和祖光。 1995年,基于突破形象的温碧霞, 接拍了和任达华合作的影片《惊天变》。 这部片子里也有一些大尺度的激情戏。 似曾相识的指责和批评声再次将温碧霞淹没, 甚至,有些人给他扣上了艳星三级片女星的帽子。 无奈之下,温碧霞再次选择做鸵鸟,他又吸引了。 正在这段时间,温碧霞通过朋友介绍,认识了何祖光。 从小家境优渥,受过良好教育的何祖光。 认识了美艳大方的温碧霞之后,何祖光展开了热烈的追求。 他阳光帅气,身世有礼貌,待人温柔又体贴。 温碧霞很快沦陷在他的强大攻势之下。 那段时间,温碧霞的风评跌到谷底,各种各样的谩骂诋毁围绕着他。 他不敢看新闻,害怕记者又写他什么负面。 他不敢看电视,曾经的老剧重播让他再一次面对艳星的指责。 好在有何祖光,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。 还对温碧霞说我认识的是真实生活中的你,不是影视剧里的你,更不是别人口中的你。 男朋友的温柔和鼓励,让温碧霞心头的阴霾驱散了不少。 独自打拼多年,温碧霞身边如今终于有了男朋友陪伴,何祖光给了他十足的安全感。 相恋到第三个年头,这对小情侣觉得到了结婚的时候,不曾想,两人的婚事却遭到了何家上下极力反对。 所有亲友都来奉劝何祖光,叫他再考虑考虑,谈恋爱可以,不要急于结婚。 这次何祖光是吃了秤妥铁了心,无论家人怎么劝说,他都不改变主意,不回头。 无奈之下,家人只得妥协。 2000年,温碧霞和何祖光如愿走进了结婚礼堂。 婚礼结束没多久,温碧霞就进组拍戏风神榜,饰演了美丽的狐狸精苏达吉。 这是温碧霞从一以来,除了火玫瑰海潮之外,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角色。 何祖光也非常支持妻子拍戏,只不过他非常心疼妻子的健康,他希望温碧霞多拍电影少拍电视剧。 毕竟电视剧周期太长,在剧组时间太难熬了。 对丈夫的理解,温碧霞心里也十分感谢。 不过结婚多年,两人膝下无子,始终是夫妻俩的一个遗憾。 早在结婚之前,温碧霞就跟何祖光约定了两点。 一是婚后不想做少奶奶,想继续拍戏。 二是看过姐姐生孩子大出血,差点连命都没有了,他不想生孩子。 对这两点,何祖光都完全同意,他也不希望妻子为家庭放弃事业。 然而结婚十来年,温碧霞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太自私, 不能因为自己怕生小孩,就剥夺了丈夫当爸爸的权利。 于是在2010年,温碧霞和何祖光到大陆领养了一岁多的小男孩取名何国伦。 有了儿子,温碧霞更是将全部心思放在家里,推掉了大部分工作,开始相夫教子。 虽然没有经历过十月怀胎,但他和儿子亲密无间,和亲母子没什么两样。 每次在外拍戏,温碧霞都愧疚陪儿子的时间太少。 每次拍戏回家,他都要感叹儿子又长高了。 温碧霞在外工作,何祖光又当爹又当妈,带着儿子打球,游泳,冲浪,生活无比充实。 何祖光从来没有对温碧霞说过我养你,也从来没有要求妻子以家庭为重, 他总是无条件支持妻子的工作。 7月11日,温碧霞在网上晒出游艇出海的照片,为月底的56岁生日提前庆祝。 照片中的温碧霞,穿着黑色泳衣,身材紧致无坠肉, 和身的泳衣将他曼妙的好身材展览无遗。 边上的何祖光心情也十分好,举起手机和妻子合照。 看得出何祖光非常热爱户外运动,一身有黑的皮肤格外健康。 两人一黑一白,凑成恩爱的黑白配。 儿子和国伦穿着蓝色的T恤,跟父母一起合照做鬼脸, 还跟妈妈一起吹生日蜡烛。 有家有爱的生活,于温碧霞而言,便是生活最好的馈赠。 小时候家庭穷困差点被父母卖掉,进演一圈之后几次浮沉, 温碧霞都坚持下来了。 她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真命天子。 她也如愿过上了有安全感的幸福生活。